第六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总的法门 我们一直在说净土法门非常广大 其实它包含一切法门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第二个大标题 劝信愿真切 一 凡我有情 文士净土法门者当信娑婆极苦 西方极乐 当信多生以来 业障深重 匪平佛力 骤难处理 当信求生 决定献生 得生 当信念佛 定蒙慈悲设受 没有听到这个法门就不说了 听到这个法门 而不愿意发心 往生净土的人 飞狂 即吃 你不是一个狂徒啊 你就是一个愚痴的人 碰到这么大的好事情 你居然无动于衷 可见你业障 可见你业障多么神重啊 因为不信佛语了 这都是佛说的 应该相信 如果不依靠这个法门 你不能够 马上处理这个苦害 所以英光法师选的词是 骤难处理 你不可能一下子跳出 而这个法门呢 一步就出去 你看这些人呢 平时不修行 往生的时候 听到别人一说 一下子就跳出去了 因此这种出呢 叫横出 有人举例啊 这个打比方打得非常好 台湾到处都是竹子嘛 如果竹子里边有一个虫子 这个虫子从下面的结 一个结破了以后 再上另外一个 从里边往上通 最后从那个竹子的尖上出去 这个叫竖出三界 可是有一个虫子 他很聪明 他从旁边打一个洞 他直接就出来了 念佛就是横出 叫横朝三界 因此说 这一生一定能够处理 因为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 很有意思 阿弥陀佛深知众生啊 贪生怕死 因此接引的时候 总是说临终接引 不到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不接引 你用不着担心说 我念佛好了 我这不提前就走了 我还不想走的 这个你不用担心 如果阿弥陀佛现前的话 真的拿着一朵大莲花 来接你的话 那你大概不会超过七天 一般是七天以前来通知你 不拿莲花的 你不用担心 第二次才拿 第二次才拿 你看清楚了 你好好看 手里端着莲花没有 第一次是通知你了 最长也不会超过一个月 对一般人来说是这样的 对特殊的人 也有提前一年就告诉的 一般就是七天 最普通的七天 你把那个日子记好了 到下一个七天就真来了 那个时候啊 你就看到佛方大光明 手里边端着 你念佛在西方八宫得水当中 长的那朵莲花就来了 那朵莲花不是小小的 极乐世纪莲花很大的 那么放到那里 佛伸手一接你就上来 一心不乱 那个时候你想乱乱不了 所以不用担心了 只要见了佛就乱不了了 当然有的人呢 业掌深重 临终之间呢 碰到了比较恶的姻缘 就不能够马上见佛 其实佛已经来了 他看不见了 业障把他仗住了 那么中阴深期间 他就可能往生 中阴深已经出来了 出来以后 由于他不是说 通过念佛出来的中阴深 他不能马上坐到莲花上 中阴深可能就会延宕一些时间 这时候呢 有大众替他住念 中阴深慢慢地明白 自己死了 现在这个身体已经不是 因为中阴深可以看见 那个人躺在那里 不是那个人了 中阴深已经出来了 自己明白了 在这个时候 由于大众的力量 慢慢地他平静下来了 他已经知道自己死了 中阴深了现在 他明白了 所以我们熏悉这个知见 是很重要的 如果现在你都从来 没听说过中阴深 怎么回事 你那个时候很可能会茫然 现在听得多了以后 那个时候就知道了 仗着大家念佛的力量 他跟着也念 这时候呢 阿弥陀佛其实还在 还等着他 这时候他看见了 看见了以后 他一心不乱 顿时他就上去了 一上出去 马上就走了 所以中阴深期间呢 也可以走 这个叫做净土法门里面的 中阴救助法 中阴得度法 非常的超胜啊 非常简单 没有那么多麻烦 就是大众一起念佛 他也跟着念 然后就必定往生 没有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个往生的人呢 开始脸色不好 因为临终之前 有什么人捣乱 有逆缘出现了 后来发现 这个脸色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大家想 这个中阴深往生了 这个身体 跟这个肉体有什么关系 他这么脸色又会变 因为还联系 中阴深和这个身体 他是有相当联系的 我们这个第八十的心 有非常广大 不可思议的能力 很多能力 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 因此 已经 中阴深已经生起了 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尸体 那一定是尸体了 它还会发生变化 所以呢 就变得面色红润 好看了 甚至还有微微的笑容 可能有的时候 还会散发香味等等 不过呢 我们不要追求这些瑞相 有和没有都往生 大家就不打妄想 一直在那里给他祝念 就可以 二 由是坚定一心 愿离缩脱 如秋之 欲处 牢狱 绝无戏恋之心 愿生西方 如客之 私归故乡 岂有 音讯之念 大德呢 坚定我们的信念 不要有任何 犹豫和动摇 不能往生啊 就在于 有犹豫 有动摇 如果没有犹豫 没有动摇 那真是万修万人去啊 而之所以有犹豫 有动摇 就是有人在宣传的过程当中 他说错了 他把那个法门说得那么难 往生那么不容易 所以大家就开始犹豫 开始动摇 结果你一犹豫 一动摇 真的是把事情耽误了 所以这个当不能伤啊 一定要坚定信心 历代都有大德 坚定众生的信心 历代也有一些歪嘴的人呢 他会乱讲法 凭着自己的理解去讲 所以呢 要小心了 不是人人都讲的和经典完全一致的 有的人他加了很多自己的想象 创造发明 认为自己高妙 认为这样才保险 你弄得高了 他就不保险了 三 从此随分随利 至心持念 阿弥陀佛圣好 无论雨漠动静 行住坐卧 迎宾待客 穿衣吃饭 勿令佛不离心 心不离佛 这是海涛法师集结的 印光大师的法语 你看人家印光大师说得多好 从此随分随利 并没有说你一定要达到一心不乱 你只要努力念就可以 所以我不说一心不乱 当然 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 我也会教你如何达到一心不乱 现在我们提倡的是功夫成片 你先功夫成片 以后我们再说一心不乱 一步一步来 设立课程 我们先设立小学课程 不能一下教中学 所以要随分随利 随分随利 好比说 我现在教人的最低水平 早晨晚上各抽搐十分钟念佛 你总不能说我十分钟没有 这太过分了 你早晨早起十分钟 能至于困得不得了吗 晚上晚睡十分钟 也不至于怎么样 十分钟总是可以的 你从十分钟开始 我的道理很简单 有十分钟就会有十五分钟 有十五分钟就会有二十分钟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 只要你往前走 慢一点没关系 怕的是你站住不走 躺在那里不动了 那就没办法了 只要你动就行 果然我们有一位 有一位新参加来的同修 没有见过面不认识的 他就十分钟起步 是一位老师了 工作真的是很繁忙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他跟我非常高兴地说 法师我已经增加到了十一分钟 又过了一个星期说 我已经可以念诗二分钟了 这个很有意思 他很认真 他说的十分钟 我相信他是一分钟没少 然后我要求他们都写修行日记 不管多忙 我不管你写多写少 你要是没有话说 你就说没话 今天就是念了二十分钟佛 就完了 这一篇日记就完 他每次写得太认真 然后他告诉我 因为写日记 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每一篇日记我都给写批改 都批注 十几个人写日记 我每天要批注四个小时 才能写完 晚上讲经 我一般的是九点半结束 九点半结束 有的人还要拉拉扎扎 再问点问题 平静下来 我停止电脑 给他们关了那个窗口 差不多到十点 从十点中 我要再批改四个小时 才能全批改完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才给我发日记 我白天想批改 没得可批改 他们很少人 给我白天发日记 都是晚上才发 在网上问问题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达到 我无法回答的程度 到现在 凡是问的任何一个问题 我全部都书面回答的 所以各位如果想问的话 也可以 你给我发一个 电子信箱的信 然后我收到了以后 当时就回答了 我一般不敢拖延 白天有时间我会打开 晚上有时间我也打开 因为我要分不断 不同的时间段 处理这些信件 除了早晚专念以外 还要有白天要念 尽量能够做到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念佛 走路开车念佛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坐车念佛都相当容易 难的是上班工作的时候 如果那份工作 是比较用脑子的话 就难 有一位居士说 他在药房工作 就是照着单子 抓药包好了 他说这个工作 我念佛没有问题 的确是这样 如果是属于熟练工种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 大家知道历史上 有一个人叫王达铁 他因为很累 没有时间修行 然后有一个法师说 我教你一个法门 保证你能够修行 打一锤一句阿弥陀佛 打一锤一句阿弥陀佛 有的人听了这个以后说 在厨房切菜的时候 切一下一个阿弥陀佛 他就说 这个不合适吧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想的是阿弥陀佛 你不是切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你能切得着吗 这完全是众生的妄想 你把妄想放下 只是阿弥陀佛就行了 最后呢 他往生了 往生的时候 他把那个锤子打了最后一下铁 念了最后一声 锤子一扔 很潇洒 他说了一个季子 叮叮当当 百炼成钢 太平盛世 我往西方 那个打铁的还蛮有文采的 还来了两句 多潇洒 这样人太潇洒了 参禅也一样的 参禅没有问题 有参禅的大德 正在地里劳动 人家说 就是那个庞运 庞运有一个女儿 还有一个儿子 说你老爹往生了 你妹妹也往生了 他说是吗 他正在地里出地 把那个出头往下部壳这一出 走了 当时就走了 这些人的功夫真的是不得了 也就是说念佛念好了 是想走就走的 不见得要有了病 临终的时候才走 你可以自由选择 是没功夫的时候 阿弥陀佛临终结业 有功夫 阿弥陀佛及时到来 立刻就坐梁花走 没有问题 所以有的人 他说我实在是不想 在这个世界待了 我要想走 就怎么走也走不了 我说你还是 内心深处不想走 你要想走 专精念一个星期的佛 肯定走 最多七天 一定走 七天之内 七天是最后的 你七天之中 不一定哪一天就走了 这七天呢 就是说要落实 你这个要走的心 是不是真要走 只要真要走 真心马上配合 让你立实就走 我们的人呢 实际上 内心深处不想走 所以走不了 内心深处 如果真想走 健康就能走 不要说有病 健康就可以走 四 须知西方极乐世界 莫说凡夫不能到 即小圣圣人 亦不能到 以彼惜大圣 不思议境界故也 小圣回心 向大 即能到 这句话再念一遍 听听 须知西方极乐世界 莫说凡夫不能到 不能到是因为 他没发心 如果他发了心 这是什么意思 他就不是凡夫了 所以在无量寿经里边说 如果有人听到佛的佛号 很激动 哭了 流泪了 我们不少的人都有这种情况 我自己也有 哭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是听到了以后就很感动 说这样的人极非凡人 就不是凡人 什么意思 你是佛弟子 你这一生不久的将来就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 当然不是凡人 所以大家在座的你要知道你不是凡人 你不要把自己等同凡人 甚至有的人为了表示谦虚 我是罪恶凡夫 这样说也可以 你那些罪恶的部分是罪恶凡夫 你念佛那一部分可不是罪恶凡夫 你是圣人 极小圣圣人也不能到 他不回小向大 后面说如果回小向大 他就到 所以在中品三生当中说 如果一日一夜持八观斋戒 一日一夜持沙米戒 一日一夜持比丘戒 网生都没有问题 说除了这一天一夜 其他的时间你经常犯戒的 但是其中只有一天一夜你居然没有犯 凭着这一天一夜没有犯 网生极乐 中品中生没有问题 过去的小圣的修行人持戒都很好的 他只要发现网生根本就不存在问题的 怕得他不发心 只要发心就能网生 所以说这个是大圣的不思议境界 心量大才能相信 能相信的这个心量就一定很大了 其实没有人不相信了 都相信了 相信了你就不是凡夫 你就不是一般人 相信了你就已经入了不思议境界了 你和不思议境界已经相应了 所以念佛的人应该每天都欢欢喜喜 高高高兴兴 因为这个身体在这个世界最后一次了 再也没有机会了 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大菩萨了 乘愿再来 不是一般人了 五 凡夫若无信愿敢佛 纵修其余一切盛行 并持明盛行 亦不能往生 是以信愿最为要紧 阴光大师对经典 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他的表达都非常精确 持明盛行 就是你持明非常持得好 哪怕你持到一心不乱 可是你不发愿往生 也不能往生了 所以信愿才是主要的 功夫是其次的 我有很多钱 我就租房子住 我就不买房子 我这一辈子就没有自己的房子 我不想买房子 我嫌麻烦 我管着房子麻烦 我就租房子都别人打理 我省事 住一晚上我就走 或者住一年半载我就离开 这样的人没有自己的房子 他不是没钱 他有钱 他不买 不买他就没有房子 他不发心 他有自量 他不发心往生 他就不往生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往生不往生 全靠信愿 不是靠功夫的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很多 那些人没有功夫 往生没有问题 所以大家不要在 有没有功夫上面 犹豫 彷徨 动摇 第六 偶艺云 得生与否 全有信愿之有 品味高下 全有驰名之身前 乃千佛出世 不义之铁岸也 能信得及 虚如西方有份 引用了 弥陀要解里边 偶艺大师的话 应光大师极力地赞叹 偶艺大师 因为他注解的 弥陀经啊 非常 精道 所以赞叹他 这里边说了有一句 最要紧的话 就是这一句 往生与否 全有信愿之有 这是真正大师讲的话 人家不拔高条件 意思是 只要有信愿 就能往生 这是符合 经典的 大家如果还有犹豫 你自己去看经典 净土的经典呢 用上半天时间 就全部读完了 一共就五种 全部的经典 只有三种 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其他两个是经典的一部分 《冷严经》里边的 大师志 菩萨念佛原童章 只有二百四十四个字 还不到一片 然后呢 就是 华严经的 普贤菩萨恨愿品 稍微长一点 但是也不是很长 加起来 四个小时就念完了 或者根本用不了四个小时 所以呢 你下一番功夫 你要说不下那么大功夫 那你就只去读 《观无量寿经》 第十四关 十五关 十六关 就可以了 那就是专门介绍 上中下 三倍九品 往生的内容 那个文字也没有多少 也不过两篇 两页纸就完了 第三 试念佛方法 我讲呢 我们学佛有四个方面 最后一个是方法 方法就是你落实修行的那个东西 第一个方向 方向不能错 第二个道路 你要知道路怎么走 第三个次第 一站一站到底有多少站 你要清楚 最后一个 就是每站你走的时候 用什么方法 你是坐车呢 你还骑自行车呢 你还是跑步呢 还是怎么样 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方法 所以是四个问题 方向道路次第方法 这地方呢 印光大师开始讲念佛的方法 一 至于念佛 心难归宜 当 射心怯念 自能归宜 射心之法 莫先于 至诚恳切 心不至诚 欲赦莫有 这里面要紧的就是 至心恳切 至诚恳切 我们不恳切呢 因为不至诚 不至诚呢 由于我们不恳切 大家总认为呢 自己在这个世间 还有的是世间 不着急 也想学一学 临终露一首 告诉大家 临终那一首不好咯 你说没关系啊 我们这些同修这么多 大家都可以做我的 临终善知识 我到了临终的时候 我跟他们都说好了 往生的时候 他们都会替我来助念 问题是往生的时候 你在哪里 怎么往生不知道啊 正好你在外地出差 咔嚓死了 这些同修 谁都不知道 以为你过一段时间会回来 想给你助念 不知道啊 那个谁知道啊 那个不容易啊 那是有大福报 大因缘的人 临终才能碰到善知识 才能碰到有人助念 现在我们有的法师 有临终虚致之类的 输出来 从古代就有的 怎么样给临终的人 开示 如何用佛像 如何用佛号 如何用法器 如何排列 怎么样助念 现在台湾助念 很多小组 很多团体 做得都不错 但是呢 平时还是要念 因为临终念呢 临终得利益 平时念 平时就已经能得利益 你为什么不要平时的利益呢 如果有了平时的利益 临终的时候一定得利益 平时如果你不要利益 临终的时候不保险呢 所以平时要念 要致诚恳切 因为生命无常 无常迅速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一气不来 便是格式啊 人呢 生命在呼吸之间 这一口气出去 是不是再有气进来 都难说了 如果有这样的心 随时准备往生 阴光大师写一个死字 大家都有那个条符啊 那个纸已经旧旧的 不知道谁照下来的 他就是当自己 现在就要往生 所以致诚恳切 拼命念 一生都在拼命念佛 要不然的话 怎么会把他当作祖师 因为他真的是修行 非常的严格 二 既致诚矣 优位存一 当舍耳递听 无论出声莫念 皆许念从心起 声从口出 音从耳入 心口念得清清楚楚 耳根听得清清楚楚 如是舍心 妄念自息 如获忧 用妄波 即用十念技术 则全心力量 施予一生佛号 随欲企望 力不辖击 此设心念佛 之究竟妙法 我们平常人都很难设心 很难设心怎么办呢 这里面教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法 你就念师生 师生里边呢 每一生 设心 念师生 念师生以后就累了 仅仅仅师生就累了 你不信你就知道 你去试验你就知道 累了以后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提起心来 再念师生 如果师生当中有念头起来 你不要管 一句佛号上去 也就是说 换一种说法 立刻回到 听自己的佛号上来 设心的方法就是 一边念一边听 当然心念心听也可以 一般的人开始都是 口念心听就行 一边念一边听 快和慢没有关系 你愿意快就快 愿意慢就慢 关键在于听 所以已经打了四次佛意 每次都是用这个方法教大家 或者我来念 你们就听 我念师生佛号 我用指头来数 再放出来 一共师生 时间长一点 短一点 不管念师生 大家集中力量射心 或者我们精行 在殿里边精行 一个方阵 在这条线上射心 在下一条线上休息 然后在这条线上再射心 这条线上再休息 间隔一下 不要一直用功 一直用功以后 就不能射心了 心就散开了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有一下没一下 一定要用这种方法 或者你自己 你就熟指头 念十句 然后休息 再念十句 再休息 开始用功 就是这样用功的 没有其他什么 特别高妙的方法 这就是最高妙的方法 这就是我说的 方向道路次第方法 里边的那个具体的方法 非常落实的方法 没有很落实的方法 就是说的挺好听的 就不能落实了 你饿了的话 什么饭都行 吃到肚子里就可以 一定要吃才行 实实在在地 一口一口往嘴里放 说其他都没有用 你也不要听别的 那个时候你抓起来 一定往嘴里放的 筷子也不用了 直接就往嘴里塞 饿极了 这样才能顶用 三 在西 红净土者 尚未谈机 以 人跟上吏 不须如此 便能归依故耳 某以心难制服 方识此法之妙 盖吕氏吕燕 非帅而易说 愿与天下后世 顿根者供之 定万修万人去耳 过去弘扬净土法门 比如说庐山联社 会员大师 接涉一百二十三人 他们用的方法 是观向念佛 不是持命念佛 一百二十三个人 全部往生 因为他们属于接涉 而且接戒 在一个道场里边 前面有一条河 他都不出到河那边 就在这里 有一点像 接戒安居那个意思 他们一直就 每个人都念到最后 往生 全部都往生 大家想一想 这样的人 怎么能不往生 肯定往生 现在我们这种人 就比较少 除了是出家中 说在家中 能够把家离开 到一个地方 住到那里 就不动了 不出来了 一直到临终 这太稀少了 但是不这样也能往生 那就是用这个方法 阴光大师非常谦虚 因为怕聪明人不肯用这个方法 他说什么呢 我这个方法 屡试屡验 一定成功的 不是我自己编的 因为试验过多少次了 没有问题 愿与天下后世 顿根者共之 不聪明的人 笨人跟我学 一定成功 后面 后面又说了一句 有没有应该受的那句话 万修万人去 四 所谓十念技术者 当念佛时 从一句至十句 许念的分明 仍许记得分明 至十句已 又从一句至十句 不可二识三识 随念随计 不可掐诸 唯凭心计 因为掐诸的时候要分心 所以要求你 专心致志 高度集中 有的人 真的是比较笨 然后他说 一阿弥陀佛 二阿弥陀佛 他怕弄乱了 他念了 不知道是念到第几了 这个可以锻炼 你放心 锻炼一段时间的时候 你就不多不少 正好是十句 没有问题 需要下一点点功夫了 但是我的主张 你掐柱子也可以 这一条线上 你就串十个柱子 念完了就好了 不要多串 一般如果是小串的话 柱子大一点 十颗也可以了 你不是戴上手上的 就专门技术用 纸穿诗科就可以 找什么东西可以 我的主张就不用柱子了 用纸头就可以 就这样就可以 然后再打开 就可以了 因为这也不用数 你完全不用数 自然就是十句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要你听自己念佛的声音 如果你不出声音 有时候家里边不好意思出声 家里面还有别人可能睡觉 你不出声音 你就新念心情就可以 专心致志 一共这样念十口气 每一口气呢 差不多念十句佛号 其实这个十念法门呢 不一定要念十句阿弥陀佛 有的人念得很慢 就是按呼吸来算的 你呼气的时候念 念十口气 念完以后喘一下气 吸进来 再念一口气 念满十口气就拉倒 那你数的时候是数呼吸 一共数十个珠子 十个珠子都完了 说明十口气念完了就好了 至于说每一口气念 念几句阿弥陀佛 这个都没有关系 持咒的法门也是一样的 你如果持那个比较短的咒呢 用这个方法 十口气就可以 五 若十句直记为难 或分为两气 则从一至五 从六至十 若又费力 当从一至三 从四至六 从七至十 做三气念 念得清楚 记得清楚 听得清楚 妄念 无处着脚 一心不乱 久当自得尔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祖师大德 这都是经过专门研究的 他自己不知道实践多少遍了 教人多少遍了 靠的就是我们去做 精控法师说了两个字 真干 你要真干才行 不要说那么多 就去干就好了 你先发心这一天 开始做 一般真发心的人 当下就开始了 一边听我讲 一边你就念 你试一试 深圳有一个局势 听我讲完了 一讲完 当时他就念开了 我能看到他开始念了 因为他是嘴动的 他不出声音 但是嘴巴在那动 当时我就看他念了 这个人进步飞速 差不多不到三个月 两个月 两个月的时候 功夫就成大片了 他速度非常迅速 因为我说完了 他就开始念了 以后呢 他这个人就是说 早晨晚上他会昏沉 但是他每天发愿的 早晨念一个小时 晚上念一个小时 有时候走一半就睡着了 打起精神来再念 日记里边他能反映出来 现在都没问题 前一段时间 十一的时候放几天假 他从深圳 跑到我们所在的 那个河南佛教学院 在一起住了大概一个星期 他每天早晨起来念一个小时 晚上睡觉前念一个小时 白天有时间 他就拜佛 一边拜佛一边念 跟我们出去上山散步 他都在念 听我讲经也在念 我们学习的时候也在念 这个人很厉害 大学生又没有成家 一个人住 所以比较自在了 进步很快 现在练到什么阶段呢 就是一边上班 一边念佛 不能说完全不丢 已经可以了 最初他有些时候不知道 他就早晚念 我看他日记里没反映出来 我说你吃饭的时候不念 洗澡的时候不念 后来他就加上了 吃饭念 或者吃饭忘了 每天日记里都写 后来我说你去商场买东西 你不念 他说进商场的时候还记得 进去就忘了 后来就是说 进去记得 出来也记得 交钱的时候忘了 现在就是什么都记得了 一直送 每天还要送 送一个小时 你看加起来的专修是 专修是 每天保证三个小时 早晨一个小时 晚上一个小时 诵经一个小时 三个小时 碰到礼拜六 礼拜天 他都差不多是整天念 他不上班 找一个地方就念佛去了 好 有问题 递上来 我们就先回答 顶礼师傅 请问 一 家父 瘫痪 已一年多 不能言语 手脚萎缩 倒下去之前 已知念佛 我们一年多来 每天放佛号 给他听 也贴了一张很大 张的阿弥陀佛像 在窗前 如此一年余 已念到 献阿弥陀佛像 连手都放得 跟阿弥陀佛首饰一样 但似乎心有所玄 我们该如何劝慰他 令他放下 意思很明白 就是要恢复健康 不可能了 但是为什么 还没有走 好像是还有什么牵挂 应该是说 他早点走了就算了 就不必再撑着 因为就已经这个样子了 但是老人家往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子女看来心里也很明白 就是说 怎么能够早一点往生 看弥勒日巴传记里边 记到港伯巴 港伯巴原来不是出家人 白教的体系 第一代组是马尔巴 第二代弥勒日巴 都是白衣 是在家的居士 不是出家人 从港伯巴 港伯巴出家的 港伯巴原来是个医生 他有妻子 他的妻子后来得了重病了 要死了 每天都不死 就是不厌这口气 你看到他在痛苦地挣扎 他不厌气 港伯巴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有一天 他鼓起勇起来 就问他的妻子 说你这么痛苦 你为什么不走 你难道还有什么牵挂吗 应该说没有牵挂了 到这种程度 还牵挂什么呢 他老婆跟他说实话了 我怕我走了以后 你再娶老婆了 这个多可笑 你走了 你管人家娶不娶老婆 跟你还有什么关系 这个人他就是执着 港伯巴一听就笑了 说这个你放心 我是不好意思跟你说 我早就想出家了 可是有你在 我不能说 那你放心 你前面一走 我就出家了 他老婆笑了一下就走了 放心了 就走了 所以要有一点点牵挂 人就不容易走 那你要想一想 老父亲他到底牵挂什么 因为他不能表达了 你怎么才能够知道 他牵挂的是什么 你把牵挂的内容写出来 好比说写五条 然后你念给他听 因为这个人 是一定可以眨眼睛的 眼珠子是可以转的 你跟他说 如果是牵挂这件事情 你就眨两下眼睛 连续眨两下眼睛 他都会跟你说话 念完五个都不是 再写五个再问他 你要自己好好动动脑子 看他到底是什么牵挂 回忆他生前 可能有些什么事情 最后你要知道 他牵挂的是什么 然后看看怎么样 给他讲道理 让他放下 可能很快就往生了 他早往生一天 早到阿弥陀佛那里 学习一天 他就早离开痛苦一天 好 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大概这样回答一下 下一个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 人死后知觉消失 但中阴身或地狱受苦众生 都有感知 这种知觉是否是真如本性的知觉 恳请法师开示 这种知觉不是真如本性的知 真如本性的知不在这上面 但是这些知觉都不可能离开 真如本性的知 如果离开就没有知 没有这个表面上的知 人死后知觉消失 这是妄知妄觉消失了 就像我们睡觉 妄知妄觉也没有了 所以睡着了以后 什么也不知道了 如果你用针扎的一下 他吓醒了 那是因为知觉又升起了 当时他睡着了 不做梦 真的知觉没有了 中阴身或地狱 这已经陷起了中阴身 中阴身的八个识都具足 他可以感受 至于说地狱身 当然可以感受 都是妄知妄觉 这种知觉都不是真如本性的知 那真如本性的知到底是什么 其实很容易了解了 就需要有人引导一下就完了 并不是说不可知 真如本性的知呢 有四个方面 第一 能够知根深 根深就是我们的身体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色了 就会眨眼睛 然后表面上布满这个水分 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小动物 从眼前飞过 我们就会眨眼睛 比如说天冷了 我们毛孔会收缩 就会起鸡皮疙瘩 天热了 毛孔会舒张 让内部的热量发出来 这都不是妄知妄觉 这是真知真觉 听到声音 耳膜就会跟着振动 然后把这个声音传递到大脑 听觉中枢 在那里献起一个声音的形象来 这都是真知真觉 还有我们吃尽食物以后 内脏进行消化吸收 进行种种特别复杂的运作 这都靠真知真觉 总而言之 妄知妄觉后面一定有真知真觉 但是真知真觉 并不见得一定要和妄知妄觉配合 因为我们睡着了以后 妄知妄觉都已经停止工作了 真知真觉还在继续工作 它在维持这个生命 消化都在进行 喘气在进行 呼吸脉搏在跳动 血液在周流 我想这样一说 大家都明白了 其他更细致的地方 你慢慢想你就知道了 所以说烦恼即菩提 因为烦恼后面一定有菩提 有烦恼必定有菩提 烦恼就是我们的妄知妄觉 菩提就是我们的真知真觉 谢谢法师 谢谢各位大的 阿弥陀佛 好 现在休息 给我们下葬的 赛了 请不吝点赞 回来 我们下葬